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繼續看講義438頁 賀五欲 第五個 賀醋 醋 是生的醋 言而鼻是生 生的醋 雲和賀醋 這個醋是生種種煩惱的大音 是細符心的根本 為什麼? 其他的四根眼耳鼻舌各當其分 就是說其他的眼對色耳鼻舌 那我們看喔 眼就是兩個眼睛而已 耳就是兩片耳朵鼻舌 其他的都是生 都是生畜 所以這個眼耳鼻舌各當其分 此 此就是生 則變滿身世 生畜廣固 多生染佐 這個佐非常難以舍離 生變滿 有的喜歡 比如說肌肉或是手腳種種的 生一個部分 何以之之 就是 就要向人貪著色 我們要怎麼對峙 我們要觀深不敬 三十六種不敬 令他生厭心 三十六種不敬 如角柱二十七所說的 就是毛髮 牙齒 小腸大腸 種種 唾涕等等 若以促中 產生染濁 雖之不靜 這個不容易舍離 雖然知道他不靜 但是呢 卻貪著他的細軟 即使觀不靜 但是有的 並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 所以很難舍離 第二 促難捨 促難捨離 所以常做重罪 受苦萬端 因為這促難捨 所以為了他經常造作種種的罪 有的墮地獄 地獄 我們上次說過有八大地獄以外 還有八寒冰地獄 還有八炎火地獄 那這些小地獄 八寒冰的小地獄 八炎火的小地獄 八炎火的小地獄 都是因為深處而受罪 受苦萬端 這個處是大黑暗處 為難之險盜也 好下面舉 耶穌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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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 他在出家之前 他事實上 有娶妻 其中一位 所以底下 這個其實 所談的就是世尊 跟耶穌陀羅 還有跟羅羅 之間的姻緣 提到獨角仙人 這個都是我們世尊的本身 所以世尊以前 不一定每一生每一世都是 做一些轟轟烈烈 很崇高的行為 不一定 也有做一些糊塗事 但是世尊也很老實地說出來 好底下我們看 耶穌陀羅已歡喜完 來迷惑世尊 而一腳仙人 一腳仙人 就是世尊的前身 因為貪觸而失神通 因為這故事非常的長 所以底下分成幾個小段落 首先談耶穌陀羅 懷孕很久 懷孕六年 都不生 小孩子生不下來 那這個有個因緣 如羅霍羅母 羅霍羅就是 世尊跟耶穌陀羅所生的小孩 他的母親當然指的 就是耶穌陀羅的本身經 釋迦文菩薩就是釋迦菩薩 有兩位夫人 一位叫徐彼爺 第二位叫做耶穌陀羅 耶穌陀羅就是羅霍羅的母親 徐彼爺是寶女 寶女她是沒辦法懷孕生子的女性 耶穌陀羅 她是在釋迦菩薩出家那個晚上 自己感覺她懷孕了 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釋迦菩薩出家六年苦行 那並不是在釋迦菩薩出家以後就馬上生下來 竟然懷了六年的生孕 沒有生下小孩 其他的釋迦祖就很奇怪 菩薩都已經出家了 你為什麼會懷孕呢 耶穌陀羅說 我也沒有亂來 我所懷的這小孩呢 真的是釋迦太子 情生骨肉 他說那你為什麼懷孕那麼久而不生產 他說那我怎麼知道 你問我問誰呢 那其他的釋迦祖他們就集合起來議論 就希望國王如法治罪 這時候釋迦菩薩的另外一位夫人 就是曲比爺 他就出來作證 希望國王能夠寬恕耶穌陀羅 他說我經常跟耶穌陀羅共住 我可以為他證明他的清白 那你不用急著跟他治罪啊 等到這個小孩生下來以後 看他跟釋迦菩薩相似不相似 如果不相的話 再來懲罰他也還不晚 那國王暫時寬至 佛六年苦行一滿 出成佛的時候 那個晚上羅伯羅就生下來了 國王一看跟父親還蠻像的 他就說 世家太子不在了 那現在得到這個孫子 你是稍微得到一些安慰 不要說底下通通膝下都沒人這樣子 那耶穌陀羅雖然 免去遭受著大家的罷恕 就種種懲罰 但是 懷孕六年才生下來 大家總是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二生滿國 耶穌陀羅想要除去這二名 當佛陀成道 回來他的家鄉 那時候 那時候 禁煩王 跟耶穌陀羅 就經常請佛入宮 耶穌陀羅就拿一波百味的歡喜丸 給羅赫羅 那時候他有小孩子 叫他拿去供養佛 這個時候佛他用神力變化成五百阿羅漢 這五百阿羅漢 大概跟佛長都一樣 皆如佛身 一般人是分辨不出來 但是羅赫羅 以這個小孩子七歲生 吃著歡喜丸 他直接認出他父親是誰 一般人是認不出來 就去供養世尊 我聽說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子 我聽我爸爸媽媽講 就是那時候 我爸爸在服兵役 他每個人穿的軍服都差不多 媽媽帶著我去 他認不出來 我父親在哪裡 結果一看就找到人了 我聽他講 所以看著也惠心一笑 結果羅赫羅 馬上就認出世尊 這時候佛收射神力 其他的五百比丘 五百阿羅漢 在恢復他 各自的樣貌 皆空波而做 只有佛波當中 曾滿歡喜完 那耶穌陀佛 那耶穌陀佬就告訴 就 就告訴金飯王說 從此驗證 我是清白的 那耶穌陀佬他懷孕六年 沒有生下羅赫羅 他也覺得很奇怪 他就請問佛 我到底什麼姻緣 懷孕六年 沒有生下來 佛就說 你的小孩羅赫羅 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小孩 不過是佛已經出家了 他說你的小孩羅赫羅 他是過去九眼市的時候 曾經做國王 那時候有一位武通仙人 到這邊來 就遇到國王 就跟國王說 你根據王法 應該懲處盜賊 懲處這個小偷 那請你懲罰我 請你治我的罪 國王說你有什麼罪呢 那這個武通仙人就講 我到你的國家來 犯了不予取 就是竊盜的罪 我每每擅自 引用 你這個國土裡面的水 用你的羊枝 這個羊枝是拿來刷牙用的 齒目 牙齒 來清潔牙齒 這個叫羊枝 國王說 我早就說要給大家了 那有什麼罪呢 我剛登王位的時候 我就說過 希望用水啊還有羊枝 來布施一切 那我同學就說 雖然國王有這樣的心意 但是我心裡有疑悔 所以有罪 不錯的 我心裡不安 希望你能夠懲處我 讓他心安 那國王說 好啊 那你如果既然一定這麼堅持的話 那你稍微等我一下 等我進去以後 我再出來 再滿你的願 結果沒想到國王進入宮中以後 六天就沒有出來 仙人在外面等啊等啊 六天飢渴 仙人在想 可能這個國王正好讓我六天飢渴 用這樣來懲治我吧 國王過了六天以後 我突然想到了出來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一進去就忘記了 請你不要責怪我 因為這樣的姻緣 這個國王就是羅霍羅的前生 他更加忘了 六天 結果呢 因為這樣的罪暴 因為是武通仙人 受五百四三二道的罪 五百四長六年在母太宗 這利息增加很多 以示正故 越出路無有罪 一般懷胎是十月嘛 那怎麼會那麼久呢 好 那世尊 吃了以後 滿波的歡喜完吃了以後 這世上裡面 有很多的 那個 藥啦種種的 想要迷惑世尊的 藝術說 心生悔恨 像這樣好人世間稀有 就是指世尊 那能夠遇到這樣的好人 可是他竟然出家了 當然他感情深重 覺得很難過 世尊做的時候 他是眼睜睜的仔細查看 都不眨眼 世尊出去以後 他跟著後面一直看 他走了很遠以後才停止 心裡非常懊惱 連想到 的時候 他就鋪倒在地 就昏厥過去 其他人就用水啊 灑一灑 他就醒過來 經常這樣子獨自思維 說天下有誰能夠 善於咒術的 能夠讓世尊 能夠回心轉意 歡樂如初 他就用七寶明珠 放在金盤子上 來公開招募 有一位泛制 就來應征 他說他可以有咒術 令世尊回心轉意 那請 請準備百味歡喜完 用種種的藥草 用咒語 希望讓世尊 能夠心裡受迷惑 一定回來 耶穌陀羅就依照他的方法 去請佛 還有其他的 諸位聖眾 希望他們 能夠來應供 佛入王宮 耶穌陀羅就近百味歡喜完 著佛波當中 佛吃了以後 耶穌陀羅他心裡盼望 希望能夠 歡樂如初 但是沒有想到 吃下去佛並沒有兩樣 心裡還是很沉靜 耶穌陀羅想 現在如如不動 是不是這個藥力 還沒有發作 等到藥力發作的話 那一定會回心轉意 結果佛吃了以後 而祝願以 祝願就是祝福 就是禮秋 接受應供以後 會講一些祝福的話 或者說法 就回去啦 吃完以後 也沒回心轉意 耶穌陀羅想 那藥力怎麼那麼弱 那麼慢發作 那說不定等到傍晚 或日落的時候才發作 等到發作的時候 一定會乖乖回來 回來宮中 結果沒有想到 佛吃了以後 身心無意 一直到隔天 吃飯的時候 躁一磁波 入城起食 大家都聽到這個事情 就是耶穌陀羅想要用 歡喜百味丸 來迷惑世尊 可是佛神力無量 不可思議 那其實耶穌陀羅 這個藥翻喜丸 也是藥力很大 可是世尊吃了以後沒有兩樣 大家反而很讚歎世尊 佛就告訴禮秋 其實耶穌陀羅不是只有今世 用歡喜完迷惑我 過去世人也是一樣 世尊就為禮秋說本生因緣 底下就是講他以前被迷惑的故事 這就是一角仙人 或者獨角仙人的本生 過去九遠世時 波羅奈國有仙人 仙人就是修行人 在仲春之月 與早盤中小便 看到公路跟母路在交會 結果他起了淫欲的心 就留經到盤中 那母路就去引這個經 這時候也竟然懷了身孕 那滿就是逐月以後 就生產了 就生產了並不是鹿 並不是跟公路 生出來的這個小鹿 竟然生出來像人 等於是身體像那個仙人 但是頭上有腳就像母路 頭上的腳跟下面的四條腿 也都像鹿 這母路生產的時候 就到仙人鞍邊生產 看到是人 生下來並不是鹿的樣子 他就託付這個仙人 母路就走了 那這位仙人 他出安的時候看到這個鹿子 一看自念本源 知道他以前是起淫欲心 看到公路母路交會 這時候生下來 又像人又像鹿的 知道說這是他的業緣 知道是自己的小孩 就把他領養 年長以後就教他種種學問 通十八種大經 又教他學坐禪 行慈悲息者事無量心 還得五神通 有一天上山 就遇到大雨 非常泥泥不堪 腳不便 結果撲倒在地 那個水瓶就破掉了 君慈就是淨瓶或者是水瓶 掃灌這樣子 腳也受傷了 他就起大稱恨的心 用這個水瓶沉水 就是詛咒 令他不下雨 因為先人的福德 諸隆鬼神都 都在這不下雨 那不下雨的緣故 五穀五果都不生 人民窮乏就活不下去了 波羅奈王又非常憂愁苦惱 就召集大觀 怎麼辦 希望能夠起雨 那有人就說 曾經聽聞 仙人山中 有一腳仙人 因為腳不方便 上山結果破倒在地 上了腳 因為起稱恨心詛咒 希望十二年不下雨 國王一聽 慘了慘了 一年不下雨都很麻煩了 十二年不下雨 那我的國家不是去寮寮的嗎 去寮寮 人們都活不下去了 怎麼辦呢 國王就公開招募 有誰能夠令仙人能夠失去五神通 他失去五神通 咒術就失去功效就會下雨 能夠令他歸屬於我 做我的臣民 有誰有辦法讓他這樣的話 我分國家一半 給他治理 這時候波羅奈國有淫女 名叫善陀 非常端正 無雙 就來映暮 他就問 到底是人還是非人 如果是人 他就有辦法 中文說他是人 是先人所生 先人跟路所生 淫女就說如果是人的話 我有辦法 來破壞他 然後就取得金盤 種種寶物 告訴國王 你等著看 我一定騎 騎在這個先人的象徑之上 回來 那淫女他就 準備五百個車 載五百美女 種種煩喜丸 還有種種藥 貨在裡面 又用大力美酒 色味就像水一樣 穿著樹皮草衣 行走在樹間 以衣髓順遂仙人之意 於仙人安邊做草安而住 一角仙人遊行的時候 看到 那其他的五百美女 大概都出營 用好花好果 攻上仙人 仙人非常高興 那大家又用 柔軟的音聲言語 來恭敬問候仙人 這些淫女 把仙人帶入房中 給他敬酒 以為敬水 其實是酒 看起來像水一樣 那這個歡喜丸 其實是像瓜果 那一角仙人吃了以後 就告訴這些美女們說 我從生下以來 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好水果 或者這樣的好的乾美的水 那諸女就說 因為他們一心行善 上天如他的願 得到這樣的美好的水 美好的果 仙人就問主 那你為什麼這個膚色 豐滿華美 他說我們因為吃了這 這好果子 還要喝這美好的水 所以會這樣子 那他們就告訴仙人說 那你乾脆就租下來吧 他說好 後來就一起洗澡 那仙人 這裡就講醋 就是生醋了以後 就起了隱藝的心 又成銀飾 就失掉神通了 所以我們講神通他是以禪定為遺址 那他神通一失去以後 就馬上下雨 七日以後 這些酒啊果 果食通通沒了 我們就去其他的山水木果 那味道不鮮美 那想要在 要以前那些歡喜丸跟酒 他說這個已經通通沒了 如果你要的話 那跟我一起走 在離這個地方不遠的地方 那邊還有 雖然說好跟你去 結果隱藝他就 他就故意了 到離城不遠的地方 他就臥倒在路中 他說我疲困了 我已經走不動了 雖然就說你如果走不動的話 那騎在我的井上 我就擔任你去 那這隱藝就事先去通報國王 你可以看看我有多少能力 有多少智慧這樣子 那國王就趕快啊 準備整備車馬出來觀看 結果很驚訝 他竟然能夠讓武通的獨角仙人 能夠師神通 能夠師神通 又真的如他所說的啦 騎在獨角仙人的巷景上走回來 那這隱藝就告訴國王 說以方便力 現在已經把他帶回來了 那接下來看國王你了啦 那國王就讓獨角仙人住在城中 用種種供養恭敬他 滿足他的武欲 而且拜為大臣 獨角仙人住在城中一些時日以後 結果甚至一天一天消瘦 他回想起之前在臨終修禪定樂 那就驗患這些國王宮中的種種武欲 國王就問仙人 你為什麼不快樂 你為什麼身體一日一日消瘦 仙人回到國王 他雖然得武欲 但是經常回憶以前在林間閒境處 諸仙有處 以前這些閒境處 這非常嚮往 信念不離 這些閒境處 國王心裡想 如果說我強迫他 違背他的心意 違背他的心意很苦 萬一他苦悶而死 那很麻煩 本來我只是想要除掉乾旱 那現在已經解除了 那何必再強迫他 違背他的心意呢 他說好那你要回去那就回去吧 這個獨角仙人回去山中以後 精進不久又得到五神通 佛就告訴這比丘 這一角仙人不是別人 正是我 就是世尊的前生 而這淫女就是耶穌陀羅 就是他的夫人 那時候用歡喜丸來迷惑我 那因為獨角仙人那時候還沒有斷煩惱 被他所迷惑 那現在他還想用 或者藥用歡喜丸來迷惑我 可是世尊已經斷尽煩惱了 就沒辦法讓他的祭謀得逞 以世故之細軟觸法 甚至仙人他都會褪師 褪師神通 那漁夫更沒有這種功力 所以要特別小心 如是種種因緣是名賀細華裕 好以上是賀五欲 就是色生香味醋 接著要除五蓋 五蓋它是障礙禪定的一些障礙 的幾個法 禪定有四禪四五色定對不對 一個是色戒一個是無色戒 那一般我們都是在欲戒 欲戒特有的煩惱有幾個 一個是貪欲一個是嗔恨心 再來是散亂 所以我們如果說想要得到禪定的話 就要去除貪欲 去除嗔恨心 然後還有一心不要散亂 所以底下所談的這五蓋呢 貪欲蓋還有嗔慧蓋 或者一打坐就開始打瞌睡了 或者是散亂追悔 或者是懷疑心不得定 這些都是禪定的障礙 好首先談去貪欲蓋 貪欲之人去道甚遠 這個道就是菩提 離覺悟很遠 那當然有解脫道 有佛道 雖者何 貪欲是種種腦亂的住處 如果心裡濁貪欲 沒有辦法接近菩提 沒有辦法接近解脫道 或接近佛道 如除欲蓋的祭聳所說 入道慚愧人 有慚有愧的人 他想要修行 吃著菠給眾生種福田 因為他吃菠起食 給眾生種福田 這樣的出家人 怎麼自己又放縱 放縱成慾 而沉默於五根 這樣的慾望呢 就好像說 一個穿著 戰甲 盔甲 還有拿著刀杖 的人的武士 他本來是看到敵人 要跟他拼一番 對不對 結果呢自己卻退卻 逃走 像這樣的雀弱人 是為世間人所傾笑 所恥笑 比丘 比丘又名為起世 他是起食 但是起食不是只有 要東西吃而已 他是藉這個機會 來教化眾生 去除他的高慢的心 他替法 穿加沙 本來是應該 好好跟道相應 結果呢 卻為五根的馬所制服 就是說放縱五根 貪著五欲 那一樣會被人家取笑 又如一個富貴人家 穿著華麗的衣服 莊嚴身體 那這樣的貴人 竟然去跟人家 行起衣食 他本來穿著很華麗的衣服 又跟人家祈禱衣服 跟人家祈禱的飲食 那不是會被眾人所笑嗎 比丘除掉種種的裝飾 那 悔行 以色心 就是替法 各方面他不會再麻煩掉眼鏡 種種 穿壞色衣 主要是要色心 結果呢 卻反而更求五欲之樂 一樣會被人家取笑 已經捨去五欲之樂 棄之而不顧 怎麼還要想要得到這些五欲呢 這樣的行為 就像愚人 自己已經吐出來的東西 還想把它吃回去一樣 這個比喻很好 像這樣的貪欲人 不知道觀本願 那本來想要修行 去五欲啊 要得解脫 也不是好醜 狂醉於可愛 慚愧還有尊貴的法 一切都棄捨 本來想要得到解脫啦 結果 就 迷惑於五欲 這樣的話 會被賢士 聖賢啊 或者有自知人 所拋棄 他們不再親近你 反而是一些 愚笨迷惑的人 他們反而會 會再接近你 種種的愚 我們在追求的時候 得不到啊 很苦 一旦得到以後呢 又很不畏 很恐懼 一旦失去以後 又懷熱腦 所以這分三個階段 一個在追求的時候 要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 得到的時候 又不畏恐懼 一失壞以後 又熱腦 所以一切無樂食 好 以上是說 求道之人 怎麼能夠放縱五欲 接著 那我們怎麼要對峙這個貪欲呢 就是 諸愚的過患如此 那我們怎麼樣捨離 好 一個就是 你如果能夠得到禪定樂的話 就不會再愛好這個欲界的樂 就不會被欲界的樂所欺騙 事實上它是無常苦等等 這個欲的過患如前面所說嘛 如踏到毒舌啦 或者是逆風拿火炬啦 或者是逆風拿火炬啦 欲樂 貪著無厭 怎麼樣密除呢 他說要觀不靜 修不靜觀 來密除 欲樂 那麼貪著欲樂 沒有辦法自己覺察 那怎麼辦 來覺悟呢 告訴我們應該關老病史 這時候才能夠出事 深淵 這個事淵 這邊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冤是深淵 可能是生老病史的深淵 沒辦法處理的 那如果能夠了解生老病史 希望不要再來輪迴 就能夠解脫生老病史 諸愈很難過 很難放捨 怎麼樣能夠遠離呢 對字的方法就是 我們修學善法 好要善法 諸愈 種種的貪欲 他戲服我們 不容易解開 他怎麼對字 怎麼能夠解開這個戲服呢 他說觀身得實相 觀身不敬 種種無常空無我 就不會被 被他所戲服 如是觀諸法 能滅諸愈火 這貪欲像火一樣 譬如大樹雨 樹雨就是暴雨 或者大雨 就是非常大的雨 那如果這個樹 它有時候做動詞 就是降 下降 所以總之就是說 譬如像降下這大雨 或者是暴雨 那野火 那野火 當然就會熄滅 不可能再有野火 再燃燒 像這樣種種因緣 滅除愈蓋 貪欲的蓋 好底下 稱慧的蓋 他是施諸善法之本 諾諸惡道的因 這稱慧 是種種喜樂的冤家 是善心的大賊 我們亦有稱恨 那除了心稱恨以外 那接著就怎麼樣 想要破口罵人 對不對 就是種種惡口之輔葬 就是輔葬是聚集處 一有稱恨心 很容易就跟著惡口 那在無法克制的話 就大打出手了 這稱恨的過失 就是如佛教稱弟子祭言 我們要修慈悲心 主當之思為 我們輪迴 受身 主在母胎當中 這些都是不敬 是幽暗的苦 我們生其實是苦 那我們既然想到這裡 那為了要免除 這個生死輪迴之苦 那應該要密稱 那如果說 還對這個稱 還不介意想要密處的話 那就像無心忍一樣 如果沒有罪果報 也沒有其他人喝責 我們都還應該起慈悲忍住之心 那何況 苦果這麼樣的劇烈 就是如果 我們有起稱恨心的話 那當然有很多罪的果報 還有很多的喝責 還有招惹很多的冤家 種種 苦果是非常的劇烈的 我們當官老病死 只要有受身之人 一切都沒有辦法免除老病死 我們應當起慈悲心 怎麼可以起惡心稱恨 來加諸於一切的眾生呢 這個悟當然有犯者萬悟 也有指眾生的意思 眾生互相結怨 殘害 互相砍擊 刺殺重傷 而受種種苦毒 一般的眾生 互相鬥爭 那為什麼我們修善的人 還會起稱恨心 來腦害眾生呢 當然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應當行慈悲心 定心修種種的善法 不應當心裡面懷種種的 惡心 來侵害一切 如果勤修道法 腦害就不起了 就像善一增長 惡就會消 這個善惡 這四不兩立 善跟惡沒有辦法併存 所以既然稱 他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勤修善法 善一增 惡就消 就像水火不相容 我們善一增強 惡就消減 稱惡之下 稱惡 它是會覆蓋我們的清靜的心 一稱惡一來以後 就沒辦法分別好醜 對我們有恩的人 我們也沒辦法 就是稱恨心一來 對我們有恩的人 那時候 也是六親不認 很恐怖的 沒辦法分別是利益 或者種種的害處 正當稱恨心的時候 他也不會去想到 惡道的苦 不會感到不畏 他也不管別人 不考慮說 他這樣稱恨的心 帶給別人多少的苦惱 而至於稱恨心的時候 事實上也很累人的 但是他 他正在發脾氣的時候 臉紅脖子粗 心臟快跳出來了 他也不會覺得疲勞 但是事實上 這都是自討苦吃 先自受苦因 又波及別人 所以我們應該 要密除稱恨心 要思維慈悲心 獨處自清閒 息事面因緣 不但把爭鬥不好的事 止息 甚至會造成稱恨 或者不好的事的原因 能夠進一步斷除 當胃老病是 九種稱腦除 為什麼叫九種稱腦 請看角度98 長看安靜這裡提到九腦法 這有分成三組 第一組 就是他清腦的對象是我自己 比如說有人已經侵害了我 或者正在侵害我 或者說他計畫打算要侵害我 那這個很苦惱對不對 有人雖然說還沒侵害你 但是他已經放話說要給你好看 當然我們也是心裡非常不安 這是侵害我本身 第二組呢 不是侵害我個人 是侵害我喜愛的人 我所愛者 比如說有的人 比如說有的人他的小孩子 被人家被人家誘拐 或者是侵害種種 以侵擾或者正在侵擾或者將要侵擾 那當然他也很苦惱對不對 再來我所憎恨的人 比如說有一個人我們非常非常討厭 結果我們討厭的人別人卻很愛敬他 這個有時候也很煩 你如果跟我一起討厭他 我覺得還跟你是同一國的很歡喜 竟然我那麼討厭你會那麼喜歡那麼恭敬他 你那麼喜歡恭敬他的話 那我連你一起討厭了 一起感到哭鬧 人有時候會這樣子 第三組就是指這個 我們說討厭人 你竟然愛敬他 現在還愛敬他 未來還想愛敬他 這是九種苦惱的事 好 那如果我們以慈悲心 或者是不畏老病死的話 這九種稱好就能夠斷除 如是思維慈者的秤 毒 秤是毒 我們用慈悲心的藥 來對之這個秤會的毒 好第三個是睡眠蓋 睡眠蓋能破今世三種事 欲樂、禮樂、福德 能破今世的樂、後世的樂還有究竟樂 究竟樂就是解脫樂 或者涅槃樂 更進一步就是無常破敵樂 那如果貪桌睡眠 會喪失這種種的樂 喪失這種種的利益 那貪桌睡眠跟死沒有兩樣 死了不能做什麼事情 你睡得像死人一樣 只有氣息不同 還有呼吸 但是跟死人一樣 也不能做什麼其他的好事 如意菩薩以忌 來呵斥睡眠的弟子 說 趕快起來 不要再抱著臭身 我們是臭皮囊 怎麼樣照顧臭皮囊 還一直在那邊貪睡 事實上 這些是種種不敬 假名為人 他是因緣合合 假名為人 我們的身 應該觀 這樣子觀 就好像 如病一樣 病 他是不能長久 或者說被見 射到身體 要觀苦 觀無常 那種種的苦痛 聚集在一起 你怎麼這樣子 還不思為無常苦 竟然在這邊一直貪睡呢 一切世間 食火燒 那應該要求處理 怎麼可以還在這邊貪睡 就好像一個人被綁 就要帶去刑場去處死 那災難都快來了 你竟然還不知道危險 還在這邊貪睡 煩惱賊 如果不滅 沒有在於消滅 那種種危害 不能消除 那就好像跟毒蛇 共同在一個房間 相處一樣 又好像 去敵政那邊 已經在敵政面前 種種刀槍砍殺之間 已經那麼危險了 那你怎麼還不知道 危險 還在這邊貪睡 眠 睡眠 貪睡 這個大黑暗 無所見 日日欺狂 奪人光明 因為貪睡 會覆蓋我們的心 無所辨識 像這樣子有種種大的過失 怎麼可以在這邊一直貪睡呢 像這樣種種因緣來賀睡眠蓋 底下是吊毀 吊毀是兩項 一個吊 這個吊就是吊散 散亂 毀是追毀 追求著追 已經發生的事情 他懊悔 吊子違法 破出家心 比如說人我們應該設心要安住 但是他不能夠安住 不能夠安住 不打緊 而且還吊散 等於是 胡思亂想 妄想分飛 那這樣子吊散之人 就好像無鉤的罪像 像如果說你用鉤 他還可以聽你駕馭 那現在無鉤的 又喝醉了 他是橫衝直撞 缺筆駱駱駱駱駱駱駱我們會 會用繩索 或是皮 種種來 穿著他的鼻子 讓我們死意 但是他現在都沒有了 脫漿的野馬一樣 沒辦法來克制他 如記說 出家人已經剃頭 穿著袈裟 他 遲播行起 怎麼還樂著種種 吊戲的法 那這些吊散 的法 不但對我們沒有 得到佛法的利益 而且還失去 世間的安樂 這是吊散 再來悔 如犯大罪人 一個犯大罪的人 經常懷著部位 那追悔的劍 就好像追悔的劍 射中內心一樣 尖不可拔 如記說 這個悔主要的事情有兩個 第一個呢 本來壞事不應該做的 那結果他去做了 那做了以後 他心裡非常後悔 後悔也得好好懺悔 再多做好事就好 可是他一直放心不下 一直在懊悔 有壞事不應做而做 另外一種是好事本來應該做 應該救人啊 結果他沒有救 就眼睜睜的看人家 溺斃啦或者是 現身火庫啦種種 那這樣呢非常 非常懊悔 這樣回腦火所燒 那這樣的話不能夠得定 不能夠再積極修善法 斷惡法 後世多二道 如果一個人犯罪 犯了過錯 他能夠懺悔 已經懺悔了 那就好 那就把他放捨了 這樣的話心裡得到安樂 那不要再經常追悔 不要常常在意念執著 若有二種悔 後悔不做若已做 就是 應做而不做 或者說後悔不應做 卻已經做了 一直在後悔本來應該做 可是卻沒有做 或者後悔本來不應該做了 卻已經做了 像一直這樣子追悔 執著在內心 這是愚人之下 我們應該把這個追悔的心要放下 不要因為心裡一直在那邊追悔 我們只要把這個追悔的心放下 那麼本來應該做而沒有做的 我們現在勇敢去做出來不就好了嗎 或者說本來不應該做的事情 本來不應該做的事情 本來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再去做 或者就是在指最上面那個 不應做而做 應做而不做 如果我們放下這個追悔的心 本來沒有做的好事 那我們就勇敢把它做出來 那已經做的壞事呢 既然已經做了 你不能說重來啊 已經做了 做了就做了 既然有夜報 那我們就勇敢去承受 你在追悔 事實上惡事已經產生了 再懊惱也沒有用 像這樣種種因緣 我們喝 吊善跟追悔 這樣的煩惱 叫做喝吊悔蓋 好再來 疑的蓋 因為疑覆蓋的緣故 我們於諸法中不得定心 一直懷疑也不定 我們沒有定心 在佛法裡面 裡面就空無所得 譬如有人入寶山 如果沒有守 那你當然不能夠取寶 或者說你不曉得要哪個好啊 這邊胡語不定 如說一意即言 如人在分歧的道路 感到非常疑惑 不曉得要往哪邊走 於諸法十項當中 疑惑也是如此 因為疑惑 不知道哪一個是正路 哪一個是邪道 就不能夠精進求諸法之十項 那這個疑是從於此而生 是惡中之必惡 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就我們有智慧的話 就要判斷善法不善法 我們要捨不善 要行善 要離生死 得內盤 乳若生疑心 那這炎羅網 或者是地獄 種種玉卒 他就會欺負我們 如獅子 在捕捉這個路一樣 讓他不能夠得解脫 再次雖有疑 我們應該隨種種妙善法 譬如說 關於一個分歧的道路 我們要判斷 什麼對我們有利 我們就應該往那邊前進 就是我們要捨離 世間的貪欲 我們要向往佛道 清淨的地方 好 小節 我們捨離這五概 就好像負債得到解脫 或者是重病得到權益 或者是飢餓的地方 解除飢渴 到一個封熱的國土 或者從獄 牢獄得處理 或者說 本來會遭受二賊之難的 這時候能夠免難 得到救濟 安穩無患 行者也是一樣 我們要去除五概 齊心安穩 清清快樂 就像日月 有五種因緣 它會覆蓋日月的光明 那五種因緣呢 煙 或者雲 或者塵 塵土或者霧 還有 羅火阿修羅手 它會障礙 那就不能夠明照 人心易如是 如果被五概所覆蓋的話 不但不能夠自立 也不能夠利益眾生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 後面的部分 就開始有一點深了 請大家先 預洗一下 要不然 趕快車的話 可能會跟不上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